127 《福建日報》 還有多少英雄可以歸類 2015年7月22日體育民如十二屈停嚴長嶺王小鵬今夏 懷語電影市場熱鬧非凡 西遊記之大勝歸來 以下簡稱大勝歸來 竹妖記煎餅合在18日一天票房就達到4.4億元人民幣 創中國電影單日票房新高 大勝歸來更成了全民意義的文化現象 孫大勝再到橫空出世 讓人看到了中國動畫產業希望和路徑的同時 更看到了發掘文化經典的無限可能性 中國的動漫觀施 誰不對入籍的奴特曼 機器貓 美隻的鋼鐵盒 六具人耳熟能長 掰著手指數數本土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漫畫人物 多數人還是會想起五十多年前創作的大鬧天崗淚的美猴王 反觀第一電影大國美國 無論是本土作戰 還是拓展海外 特別是他們非常重視的中國市場 打出的牌子一就是用好中國家與戶曉的文化形象 比如功夫純正的紅貓 講一口流利英文的花木蘭 但這些影片中 雖然中國元素觸目可見 核心卻幻視美國文化 在大勝歸來導演田曉鵬看來 紅貓亞寶就是一個純正的美國人 他的肢體語言是含蓄的東方人物不會具有的 花木蘭女對中國山水 人物的黑或頗有東方神韻 但情節上花木蘭與任何一個迪斯尼創造的公主沒有區別 中國動漫電影需要有電影產品本身的娛樂屬性 更要有東方文化自己的態度 田曉鵬把大勝歸來視作對這種態度的展示 尤其我們的故事內核是西遊記 可以歡樂 但不能棄說 中國電影家協會秘書長姚楚光認為 中國傳統文化中有很多可以挖掘的地方 光是西遊記就有無限空間 這座取之不揭的精神富礦為當下提供了很多可以轉化為形象全不得寶貴資源 在這種傳統文化和現代傳播價接的過程中 大勝歸來不僅國內看好 海外同樣看好 據悉 電影大勝歸來已經與華州周邊多個國家簽署了出口協議 此前 他還在格納爾210萬美元創下了中國動畫海外銷售的最高紀錄 在電影界 所謂IP知識產權 是指一個形象或一個故事核 比如擎天柱 鋼鐵盒 機器貓等 搖柱光雪 文化IP是經過若干年積累 生根於所在國文化 價值觀的一種符號 往往承載在某個固定形象中 中國傳統IP相當豐富 比如《三國演義》《水壺傳風神榜》等 都市列經千年 浸潤中華文化基因和價值觀的超級IP 大聖歸來到底還只是一部電影 但細想想 那個國家的少年記憶中沒有屬於自己的孫大聖 就是一個過兒時的超級英雄 讓一代代人完成著對人生和文化的認同 歸來的大聖取著當期的結束 只會成為記憶 再往大了說 其實也只是流行文化中一個新的符號 雖然大家期望這個符號的生命力更持久 更難忘 而對於中國電影 或者更廣義的中國文化來說 更多的超級英雄的到來才是大家的期盼 對此 華沙電影節主席斯塔凡盧丁說過一句話 對於中國電影人來講 其實你們有十三億個故事可以講 鬱亭嚴長嶺王小鵬 如果妳 Scanouts出來 CATощ情其實中心的說字 明晰了 pasando 可能不ように eclipse